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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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上面和上面 比较什么 也是非常精致 那我们先 那一个啊 biddingQue Levit 然后 再讲他里面的这个外观 呃 尺寸的话反正还是一样就那个13.6 13.7左右的一个长度 呃 打开以后对吧啊插拔的这个 反正我个人是喜欢插把插把比较简单 然后12.5左右 反正13的话就是拉米的Severage长度 插完笔盖就这样子再插上去 反正这根笔比较便宜 我觉得插不插都可以 那其实挺长的了 15.6左右 反正就差不多这样子一个长度 首先我们先把打开一下 先讲一讲 整体来讲反正这个拿起来 不像正常的那种金属的那种笔 就是说感觉非常冰冷 虽然有点冰 但是不属于非常冰冷 不知道是我现在天气比较热 还是什么样的 比较上面反正非常细 真的挺精致的 但是怎么讲呢 正常的比较 但是就现在看到反正就这里 从初收到细对吧 然后这里就是说其他的冲压件 对吧 其实真的挺精致 就是说摆热的东西就总有一个感觉 就它便宜 但便宜起来不是不马虎 它东西我从来没有觉得 就是说摆热的东西 我没有看到过哪一支笔 是我让我觉得非常马虎的 因为它有一个是品控非常好 这里就拍了Japan 对吧 反正不管所有版本 都是写写Japan的 这个是肯定的 反正颜色我真的不知道 反正我只肯定第一代是金色 银色和黑色 然后上面有无纹的 有纹的 对吧 然后打开这里就是正常的一个数字 拿起来反正肯定没有问题的 放在手上一定是OK的 然后这一根笔 反正就个人喜好 爱套不套 我自己是套了 再下来 拿起来反正挺轻的 肯定适合长期书写 就是说以实用性来 以实用性来讲的话 很多就是说 钢笔玩家会觉得说 它会比无印的好 反正我是没那么多要求了 反正我自己来讲 我就看中就颜值 就这么简单 别的书写我没有什么太多要求 反正人写不要太刮 就是说刮纸 你不要太刮就好 而且我也不用时间 基本上不会刮 另外一个就是这里 你看到后面是这个文 这个因为我是买了没多久 我知道的是2015之后 对吧 是这里好像有点改变 但我不知道有什么差别 还有一个是百乐用笔则 其实挺有想法的 因为它是一个偏蓝的颜色 它不是一个纯黑的 其实这样子会 能看清楚 就是说墨有没有擦干净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是用来区分 有些比它是用来区分 那个什么新版和旧版的 旧版我记得就是黑色的 然后现在就打开 我手表滑 然后打开的话 反正一样 这块整 反正 这块整块应该都是 我不确定是铜还是铝合金 反正这种工艺跟iPhone 比较像 我估计都是铝合金 因为材料来讲 铝合金肯定是最轻的 再下来是钢 钢再下来才是铜 通常材料是这样子 然后一来就是 这个就是KONB KONB的一个吸墨器 好像是 我知道是 好像就买这根笔才会送 别的都是KON20 KON20现在好像也不好买了 都是KON40 同意的 然后这个打开的话 反正先把它拔出来 拔出来反正就正常的 这样子对吧 反正这个口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因为个人来讲 我其实喜欢用这种 为什么就简单 因为用 我平常用来用去的钢笔 都是那么几支 其他的都是 就有空写写玩一玩 这样子 所以这种洗笔也好洗 像那种赚的用多了 有时候有点累 所以 我另外又买了一个 是这样子 我还是喜欢用 就是说这种 就不常用的 我喜欢用这种多一点 常用的 我还是常用的 我喜欢用这种 然后所以现在换这个 因为这一支肯定不常用 就我买回来 真的是试一试玩一玩 然后上面的钢尖 就是F尖 对吧 它有F尖和M尖这样子 然后上面的笔尖 其实也挺素的 也不能说复古 这种形状 这种外观看下去 其实一点都不复古 然后对我来说 反正就是说不要挂子 就EF尖才有挂子 其实F尖很少挂子 另外一个就是 之前买的有些笔品质不太好 会怎么样 就是说写上去好像黑 就像粉笔是黑板写字那样子 我特别讨厌那个感觉 但是通常是二手笔才有 一手不会了 那所以就正常你们都不会碰到这个问题 所以说书写要求 我真的要求不多 不好意思 还往手电打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里面是怎么样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因为现在我看的镜头好像不是太清楚 反正里面的话 反正很深 我至于就这样子用眼睛看也看不是很轻 但你会看到其实里面也是 里面的细节其实一点都不少 说实话 就是说他做的东西 有些你看欧西笔 就是这里看非常漂亮 非常干净 但是到里面的时候很多深细我什么的 就处理的不太好 笔盖也是一样 就是说 不好意思 你看到了看到 里面的话反正就是也是很干净的 你看到非常的干净 然后呃 这里就是一个怎么讲的 呃黑色对吧 一个边包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其他都是黑色呃还OK 呃反正就是真的实用性来讲绝对值得一买 呃反正他这个就是一个外壳肯定可以这样套的 你倒不你就买一个这个总成反而坏了也没关系 而且这个很多颜色收起来怎么讲了 呃毕竟我觉得几百块以上的干币真的是就500以上了 因为这根笔其实也不贵 呃人民币顶多就100出头 港币可能120130左右台币也不会到500呃 我觉得是反正就这个价位即使在翻阴背 那可能拉米Selfry呃呃拉米LX系列的对吧 这些我觉得是一个港币的一个极限了 其实到拉米Selfry那种已经是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讲了 有有点废话有点多啊 那先上模吧还是这个反正就拉米Selfry那个反正他定位已经开始不是属于一个干币的就实用性为主了 所以我觉得是呃后面的就是说三拉米Selfry那种价位以上的干币真的是有爱你再你再去买呗 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笔其实很漂亮很实用 我觉得就足够了这样子 然后就上模也是正常的啊不好意思把这种镜头给挡着了 咦好了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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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哎OKOK哎你看到上人上模了好 那一个我先把这个笔给插一下 哎因为这个片子我拍完我肯定会洗笔的这样子好 那一个先把盖子给盖一下 盖一下以后反正就这根笔反正就拿起来真的还不错 而且我觉得挺适合学生挡用的 因为我觉得一根笔真的要比较照顾的拿一个挡就学生挡 为什么因为怎么讲呢呃有说学生哪一支太贵的笔其实也不合适对吧 你说学生哪一支149对吧 那那个我就随便写点字吧好吧呃写上来 然后我在拿无印那支一样这支标准 因为无印的品控和无印的品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肯定是这个的 所以说我喜欢拿一些就品控比较稳定的笔来做一个标准 然后再下来的话是那个先写一下吧 反正还是一样那个百乐对吧 呃反正你看到日本笔的一个品控你都不用很担心 呃然后那个88G嘛对吧 反正88G对吧呃反正它品控一定是没什么大问题 而且压的话试一下我试一下能不能压 轻轻的写一下对吧 反正挺细的然后再重奥不好意思 哎呀看了我觉得是不是要开始研究一下本质 本质我真的不是不是很熟悉 呃反正压下去它干肩的我压下去 说实话真的不是特别明显 不像百利金的那个肝肩那么软这个就压下去的时候啊这是标准的那个爬格子 现在你们看应该能看到那个粗细这样子 但其实我觉得EF和M我视觉上面才有一个明显差距了 再加上我也不写小字 那这个反正一样吧跟着写白乐吧 哈其实你就会看见就因为无印是那个德国笔尖对吧 德国笔尖的话反正就嗯会粗一点 但是我现在这么看也还好对吧 好那对比一下吧 插过写写就好 因为钢笔书记感受真的太个人了 而且品控太不稳定了 你看那无印的会粗一点点稍微的 那粗一点点的话其实也没到一倍 我觉得这差别其实也就一般般 不会说差别特别大这样子 呃还ok了 那就所以说呃反正两支笔 我觉得爬格子都没问题了 其实这个已经有点细 我个人是喜欢用初间了 因为呃我也不做笔记这样子 那一个好那一个大概的一个什么就是那个视频就这样子 呃反正就有什么问题也下面留言给我啊 然后我再给你们做一个补充这样子 那这样子今天的那个视频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